高氏 赌场豪侠客 作者苏英 朗读者蓝珊 关键词 边塞诗人 景句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如果赌博是一种游戏 那么高氏就是最理想的玩家 如果赌博是一门技艺 那么高氏就是个中顶尖的能功巧架 但我相信对于赌博 高氏既不认为他是游戏 也不认为他是技艺 他是把他当艺术来看的 他是赌场里的艺术家 能够在赌徒们的喧嚣中朝人物外 赢得一些旁人料想不到的东西 赢得起也输得起 这是一个好赌徒的最低标准 高氏加贫其实是输不起的 但偏偏赌计甚佳 运气甚好 倒也可以常年混迹于赌方 钱财在输赢之间来去匆匆 若认真算下来 其实谁也不曾赢过 只是高氏的名声 渐渐被赌徒们疑扬开来 人们不仅夸他赌品过人 还说他峡谷担心 更有卓越的才华和见识 绝非池中之物 高氏认真赌博也认真读书 他虽然出身于基层公务员家庭 但父亲长期在穷乡僻壤里任职 以至于家境并不比一般市民更好 改换门庭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高氏身上 而高氏的唯一出路就是以知识改变命运 通过勤学苦读一招金榜提名 高氏的确都在勤学苦读 只是从不愿意参加科举 似乎他对成功的所有热情 都在赌场里消耗尽了 而他的全部人生理想 似乎也不是重举做官 而是做一名一诺千金 仗义轻生的当代豪侠 高氏后来和李白玩得很好 这是不难想见的事情 唐代是科举的天下 科举是人脉的天下 任你如何踩高八斗 学富武车 都要带着自己的作品 奔走于达官显贵们的门庭 到处求告 看保门房的颜色 即便是师圣杜甫 文豪寒昱 在这种环境里 皆不能免俗 但高氏不同 高氏向往公民 但同样在于脸面 既不愿意 第三下四的拜门求人 索性连科举考试 都不参加了 但他并不迂服 懂得另开西径 在赌徒里树立声明 一旦有了声明 自然会有达官显贵 主动来接纳自己 一件商品 若想获得好价钱 一定要吊起来卖 高氏深谙这个道理 当然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在唐朝已经太多 但大家走的都是中南捷径 先到长安附近的中南山上 当个隐士 摆出超然脱俗 不屑与世俗为伍的姿态 然后静等朝廷的礼聘 而正如现代的精明商家所懂得的 走无数人走过的路 很难成功 全新的创新同样很难成功 性价比最高的办法 是在无数人走过的路上 做一点小小的创新 高氏所做的 正是这样的事情 中南山不是他的捷径 长安城里的大小赌方才是 有了名声 人脉就会自动招上门来 高氏也就如愿以偿地 考中有道科 受职丰丘县位 县位是个混吃等死的理想岗位 很适合那些既无政治理想 亦不介意丧失尊严的庸碌之辈 有时要点头哈腰地迎接长官 有时又要诚诚威风 要和牙医们鞭打各种刁民 这样的世子 当然不是高氏能挨下来的 幸好他有机会到边塞工干 因此写下了一些 极出色的边塞诗歌 边塞诗是高氏诗歌的最大成就 边塞生活却只是高氏 试图生涯中的一个小过场而已 大蘑菇烟精散 回过头来 依旧是拜赢长官新玉岁 鞭榻离树令人悲的苦闷日子 他终于干不下去了 毅然辞去公职 载入长安寻找新的机会 然而那时读书人唯一的机会 就是做官 高氏要寻找新的机会 无非是寻找新的官位罢了 那正是藩镇幕府 延揽人才的时候 名臣歌书汉听说了高氏的才名 请他去做幕僚 但这样的恩欲 实在太委屈高氏了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高氏读书不中如数 更偏爱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 很以精邦济民的才干自负 后来他进入中央政府 担任建议大副 议论朝政的时候 无所避计 不给任何人丢情面 我们似乎从他身上 看到了一点 李白和杜甫的影子 但高氏是个真正 有政治眼光的人 他的意见 无论有多辛辣 但从来都是重肯误实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权贵们虽然慰藉他 憎恶他 一时间 却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我们把高氏的人生 看到这里的时候 蜀之官场规则的读者 一定可以毫无费力地推测出 高氏一定会离开中央政府 到地方任职的 而且去的一定是最难治理的地方 是的 蜀中大乱的时候 高氏去那边做了刺史 后来一直做到西川节度史的高位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政治成就 所以新唐书传说 高氏原本不是诗人 五十岁方才写诗 才一写诗就写出一流高手的水准 这样的记载 虽然也会令人称奇 却总比真实状况更加合理一点 高氏曾经和李白杜甫都有交友 三人一同游玩开封名胜 慷慨悲歌 临风怀骨 将酒气 豪情与诗情 发挥了一个淋漓尽致 金人会认为 能陪诗仙诗圣同游 实在是高氏莫大的荣幸 这当然只能是后人的眼光 在三位诗人的有生之年 李白杜甫对高氏的仕途际遇 恐怕羡慕都来不及呢 高氏的诗歌很有几分侠气 最为传世的那首《别懂大》 在今天读来便不免令人遐想 假如古龙笔下的阿飞会写诗的话 这首诗分明应该是阿飞写给李寻欢的 千里黄云 白日薰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写这首诗的时候 高氏尚且言简九四 九钱长奢 但性情竟一点没有被世俗压得悲下猥琐 而高氏所送别的这位董大 其实却当不起世中的这番豪言庄语 唐人称位 惯例是依据同族当中的兄弟排行 所谓董大 即董是同族兄弟中年纪最长的那位 唐人赠别诗常常如此称呼 即便被赠之人姓王且排行第八 甲智有一首赠别诗 题目就叫《八灵业别王八元外》 王八元外并不以为五 因为王八要晚到五代才成为骂人的话 董大是当时一位顶尖的琴师 也就是前文介绍杜甫的一章里 那位做了宰相房碗的门客 并仗势敛财的董廷兰 董廷兰是被诗人李奇推荐到房碗那里的 李奇的性情很像高氏 他的推荐信是一首诗 即《听董大谈胡佳生兼语弄计房解释》 这首诗后来成为李奇的传世名篇之一 诗里跨赞董廷兰 说董夫子神通明 深山窃听来妖精 然后恭为房碗 是个不爱名利爱艺术的高人 高才脱略名语利 日希望君报秦志 这样的高人怎么会博代一位秦义通神明的乐师呢 董廷兰果然成为房碗门下的第一红人 以至于不但连累了恩主 还间接使杜甫遭殃 李奇 高氏 杜甫 三人都是唐代的第一流诗人 看来诗人之言可以赶配 却还是不要轻信的好 高氏名字考 高氏 字答夫 氏的意思是网 道 名语字含义相应 表示道而能答 名语字联系起来 会给人一生顺遂 无往而不至的感觉 狂饮 长笑 盘旋 漫游 客药 软极作穷途之枯 王辉之兴尽而返 七贤竹林狂饮 这样一个时代 这样一群人 纵情挥洒 快意江湖 他们是伪尽民事 他们看重精神的自由 这里面有太多 令人感怀称绝的故事 伪尽民事们的内心情怀 既有欢愉 也有忧伤 绝版未尽 生命的欢愉 历史的诡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